神音操演16日登场 阿帕西发射四枚刺针飞弹 命中四个空中目标 陆军操演秀肌肉 尤其前一天的神功操演上 发射的这枚飞弹 陆军首都以陆射版歼2防空飞弹 进行实弹射击命中靶击 也似乎要向日益猖狂的对岸 提醒不要跃离时一步 股方部公布15日航季图 揭露下午有一架直升机 出没距离台东27海里的位置 这等于距离我24海里临街区 仅仅3海里 换算为5.6公里 研判这架直升机搭载在一艘共舰上 难道是紧盯我屏东满洲的演习吗 共舰不管是他派征收舰 或一般的舰艇过来 他们都有禽兽目的 这是一定 但是不要忘记武器是不长眼的 其实他们也会怕 说真的他们会离得远远 光是15日这一天 就有8艘次共舰扰台 与此同时 6架次中共主力战机越中线 据悉就是要剑指澎湖 共舰的就是回归到传统的一些 比较军事意义 就是测试我们天巨部队的 比如起飞的速度 然后反应时间 而就在共军实施对台武力展示 国安会滋味 前进国造 赵锦伦黄树光辞去相关职务 妹妹同时为民众党立委 黄山上被问及此事 据悉黄树光运以民间专业人士身份 协助前进案 但不再接受公职 并对多次公开指控 自己是贪污犯的媒体人 吴子佳提出诽谤刑事构诉 为捍卫个人亲运 首度诉诸法律 TVBS新闻红富豪 刘婷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